而我一言难尽 忍不住伤心 恒恒不出买或不买之间的距离 你说你的心 不再温热入息 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失去 周三股市大跌 不免让本周一开始强反弹的投资者一言难尽 昨日市场最大的感触 莫过于必须消费类股当中的零售业者 也开始抵挡不了通胀之虎的来袭 导致昨天零售业的ETF也单日下跌超过8个百分点 就连价值股也抵御不了三与欲来的经济衰退吗? 各位投资朋友好 欢迎来到美股最前线网民来推荐 其实本周二刚公布的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其实不差 然而持续超过一年的高通胀 也开始影响了消费者购买力道 正所谓春江水暖压先知 美国折扣零售百货巨拨Target 昨天公布的一个财报数据 差于市场预期 Target在开盘之后直接跳空下杀 超过24个百分点 直到中场为止 仍下跌超过了将近25% 这也创下了Target股价走势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连带使得不管像是Walmart DollarTree或Costco 这些必须性消费的股票遭遇重挫 也因此引来全球网民对Target的高度关注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快速观察Target的一个技术评分是多少 Target目前的技术评分是-33分 很明显是落后于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 这一两个礼拜我们一直持续有提到 标普500指数是低于零走 所以代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环境 当然还是相对比较偏空一些 而Target就算把他昨天的大跌扣掉 他的一个技术评分也还在-7点多 所以单从技术评分的一个角度来看 的确还是比较偏空看待一些 在我们进一步分析Target之前 我们先来对Target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Target本身在1902年创立 也是一家超过百年历史的公司 目前也是标普500指数当中的成分股 市值排名第72位 那Target的特色就是提供各式各样的食品 以及日用品 从服装啊家具用品啊电子产品还有玩具等等 同时他们还会依照不同地区的一个属性 制定每家商店商品品种 而且现在Target他们本身有超过 45种以上的自由品牌 像Costco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他有这个 Coclin的一个自由品牌 那光Target他本身就超过45种 所以他的营收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 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自由品牌 而且品牌差异化也是Target他们本身营运战略的核心 如果从他们的一个商场分布去看的话 有75%的美国人他们都住在离商场附近10英里的范围之内 那其实这个如果以开车来讲大概就是30分钟的一个车距之内 所以Target对于一般美国人来讲的一个触及率算是相当高的 我们刚提到Target的这个商品分类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被归类为在这个必需性的一个消费类 其实像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个Costco好事多 像这一类型必需性消费股票 长期来讲趋势都是往上 Target目前他的一个市值是750亿 是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一个大型股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Target在昨天公布财报当中的一个焦点 他的总营收是251亿 稍微好于市场预期的244亿 跟去年同期相比较呢大概是增加了4个百分点 而在公司的一个净利润的部分 因为销货成本就要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增加了10.4个百分点 这些销货成本呢就反映着库存增加 所以需要更多的折扣来清库存 再来是当前市场环境导致的高运费 光他们第一季在运费的部分就增加了好几亿美元 除了高运费之外高燃料成本以及劳动力的成本 都让他们Target在第一季的一个营业利润率下降5.3个百分点 所以如果就数字来看 他们的净利润在第一季是10.09亿 跟去年同期相比较是大幅下跌了将近52个百分点 算成每股盈余的话大概是2.19美元 这个数字不仅低于市场预期的3.07美元 同时也低于他们之前的预测 所以这样的一个盈利数字敲碎了目前市场的玻璃心 因为此前市场对于高通胀影响消费心理 以及企业获利感到很担忧 前天的窝骂再加上昨天的Target 这两大零售巨头的一个财报爆雷 都印证了他们目前面对了成本上涨的压力 间接证实了市场的担忧 这就让市场更加忧虑陷在整体的通胀情形 再加上本周二Fed的主席鲍尔 发表了坚定控制通胀的言论 让整体的市场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如果各位有关注前天窝骂的一个财报数据 你会发现Target他们成本上升的来源 也跟窝骂他们在法说会提供的一个说法是类似的 同样都是产品供应链 以及员工成本的上升 导致财报的一个盈利数据不如预期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窝骂的市场关注焦点 尽管供应链紧张 物流运费及库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其实这并不影响公司高层对于整体战略的布局 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经过 公司营业利润率将回复至8个百分点以上 从公司的销售数据可以看到 消费者购买行为正在发生变化 像Target有些商品的一个库存 有越发增加的趋势 多数的库存发生在像是大型商品 例如像是电视厨房用具以及户外家具 我们可以发现非必须性的消费品 因为通胀的关系 如果今天你是消费者 现在物价比较高 必须和非必须 你会选择先买哪一个 那如果你先买了某一个 你另外一个是不是相对要缩减 你就可以发现终端消费者 对于非必须消费有缩手的倾向 我看到目前市场分析师对于Target的平等 经过了昨天财报 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分析师对其调降平等 七个分析师当中目前有五个 对于Target相当看好 有一个觉得应该要加重权重在Target 所以整体来讲比较迟买进的一个看法 也就表示多数还是比较看好Target中长期发展 看Target的一个平均目标价 大概是在245块 如果以现在Target的股价161来看 上方其实还有大概将近52%的空间 这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分析师都还是长期看好Target的一个发展 因为从过往的一个历史数据 它的一个长期表现 是远远胜过了标普500指数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网民目前 对于Target偏多还是偏空 大概从5月1号以来 来到了看好程度的最高点之后 后续是一直下降 一直到了昨天财报公布之后 将近6成的人是不看好Target的 稍微回顾一下Target过往年度 的一个获利像这种零售业者 本身营收的一个增长是相当的稳定 即使是在像2020新冠肺炎 流行的这一年营收也是不减反增 获利的部分随着年度经过 目前也都是稳稳的在做一个增加 从季度数据来看 其实也可以反映这样的状况 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大概每一次增长都是3-5%左右 再来的话我们就从技术面 的一个部分来看Target是不是有交易机会 首先我们看到Target日线图 各位这边发现经过昨天财报数据 盘前公布之后 开盘大跌将近25个百分点 就算即使收盘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弹 这边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向下跳空缺口 就如我们刚技术评分所说 以目前来讲Target在短线上 它真的是相对不适合做多 原因是之前这边有一个比较明显 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在这一次公布财报之后 直接被跳空打过 再来的话是这边的跳空缺口 有将近50美元的距离 所以价格如果在之后有所反弹 这里讲的是假设有所反弹 有时候他还是会继续往下去测其他的支撑 那如果假设接下来有所反弹了 你如果是在185附近买到的人 其实在这边你就会想说 哇现在价格有回到我的成本之上了 赶快把它卖掉 所以你会在这边先遇到一波压力 如果在之前185买到的人没有卖出 这时候你会遇到第二种状况 假设价格真的强力反弹到接近200块这附近的时候 在5月17号那天还持有的人 因为刚刚市场下跌了50美元而惊魂未定 所以当来到了5月17号收盘价附近 也就是可能200到215之间的时候 这时候市场的卖压其实会是比较蠢蠢欲动的 所以这边想要短期做多的人可能要再考虑考虑 但是长线来说我们现在切换到Tucky的月线图 你可以发现在股价长期历史当中 地区消费型股票昂期而言 其实它的一个走势是往上的 就算是在金融风暴那时候股价走势有比较大跌幅 大概是跌了57个百分点 那现在呢市场走势大概是跌了将近四成 就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认为现在市场状况没有比2008年金融风暴来得严重 现在跌了40% 相对来讲它的一个投资价值已经快要开始显现 相信有些长期投资人会觉得Tucky在目前的这个价位 有慢慢逢低承接的一个价值哦 好以上就是我们针对技术分析的部分 你要先确认自己是比较偏短期的投资人 还是长期的一个投资人 最后我们针对Tucky这家公司来做一个重点回顾 昨天Tucky公布的一个财报数字 盈利的部分因为运费劳工成本还有燃料成本等各种成本上涨的影响 导致盈利大幅不如去年 所以市场给它沉重打击 不过Tucky它类股属性是属于必需消费型的类股 如果你也对于美国人的一个消费力道还有信心的话 其实就像分析师 他们对于Tucky的中长期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看好一些 如果你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观察的话 短线上向下跳空缺口实在太巨大 所以上方的压力重重啊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 Tucky必须消费类股 长期股价表现其实是远胜于标普500指数大盘的 所以在目前从高点已经下跌了超过四成 而且市场又小恐慌的情况之下 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 其实算是有分批入场的一个投资机会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美股最前线网民来推荐 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点小小的帮助 也请各位不令给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